台湾某地区全年包含晚上阴雨天 太阳在这个地表照射的平均强度是每米平方250瓦 太阳能的吸收转换效率变成电是20% 假设不会再溢散了 而且它面积蛮大的10平方公尺 用来加热的热水效率是100% 太阳能板吸收了一小时的太阳能变成电变成热 请问你可以加热40公升的水 使水上升几度 这个是符合生活中的素养 因为一个人洗澡平均40公升的水 那我们来看看它这样可以加热几度 好那我们就是把入射的太阳能 20%变成电能 100%变成热能 OK 被水吸收 DHMS.T变成热能 OK吗 不OK 各位左边叫到焦啊 右边是卡洛黎 单位不同 所以你要修正 想一下左边要乘4.2还是右边 右边 是一卡等于4.2的焦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算了 入射的功率叫做每平方公尺255瓦 那我现在总共10平方公尺 所以这叫做2500瓦我的太阳能板 可是我这是每秒的每秒的一小时 一小时3600秒 这样可以吗 好那它的效率只有20%又100% 所以就乘个0.2就好 我写20% 这样就可以变成热水的热 再来MS DT 刚才有说过4.2要修正 所以只剩一个问题 10公升的水 M是多少 小心 10公升的水 你要变成功克 要再乘1000 所以是10的4次方 所以如果今天是40公升的水 那就是4乘10的4次方 会不会太快 如果是10公升的水 变成克 就要乘1000 那40公升 那就是4乘10的4次方 这个注意一下质量的单位 好这样就可以算出 ΔT大概11度 选B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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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